我們熱泥餐飲集團的話目前有三個品牌 那分別是熱泥義食餐廳 然後還有下鋪火鍋和賣飯時的燒肉丼飯 那三個品牌目前加起來的話有14間店 對,都是由公司直接指引 那我們平均的員工的年齡的話大概是在25歲上下 基本上我們每一個品牌的內場和外場的正職人員 目前都有職缺 因為我們的分店分佈於北中南 所以我們時常會有調店的需求 那我們每一間店的點位都有提供員工宿舍 對,然後在公司上班的話我們也都有公餐 就算做過餐飲業每一個餐廳的企業文化其實也不太一樣 我們都會從頭開始做一個完整的訓練 我們對待每一個員工都是像對待家人還有兄弟姐妹一樣 對,希望有機會可以跟你們一起共識 因為餐飲業就是服務業啦 所以我們比較要求的是在人才對於客人的不陌生 就是比較能夠接觸人群 然後還有對工作要保有熱情 因為畢竟工作時間比較長一點 那也算是比較付出勞力 然後還有心力的一個工作啦 所以一定要有相對的熱情去支持他繼續工作下去的動力 第一個在應對的過程中 我們就會看他對於跟陌生人交談會不會害羞 如果說可以放得開自己的話 基本上就有一半符合就是說 做服務業做餐飲業的一個特質 然後再來是如果說他過往有工作過的經驗 我們就會針對他之前在上一份工作 或是說之前的經驗 工作時間的長短 還有跟前面同事啊 雇主相處的狀況來做一個判斷 就是說他在之後的工作 就是說他能不能夠去升任 或是說能不能融入我們這個團隊